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快速的去积枝尽脏 偿还业债 为什么要快速 人生苦短苦短 人生非常的短暂 当然要快速 稍微拖一下又过去了 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要快速的抢时间 我这个东西处理完了 大概也就是决然一生 人生大概多半进入老年 老年抢时间修个代业往生 还有机会 所以有很多的老妈妈 老奶奶 当然也有男的老菩萨 他当阿公阿嬷了 他晚年一直去念佛 一直去放生 一直去八观摘戒 一直去行善 我们做晚辈千万不要阻止他 因为他年轻中年的时候 统统统在为这些世俗五欲六成的 所捆绑牵缠 他是完全不得自在 从于他老年这种铁链捆绑比较轻 他投注于他的修行 他知道要对自己好 要对生命负责 他懂得去选择他将来的去处 不要去阻止他 你就让他去 除非他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邪教 偏差错误的那种 对不对 那你当然要提醒他 如果他的信仰很虔诚很深入 不要说 你不要把一些你的退休金 养老金都拿去放生 都拿去放生才对 不拿去放生就让你拿去花了 对不对 做晚辈的人不要老想啃老 不要老想拿老人家的钱 不要这么没骨气 心里在盘算他的遗产财产 做晚辈不要光想这些 人命都是一条 都是独立的个体 大家都有自己修行的因缘 要互相成就彼此 特别是你的长辈 你就护他的行 所以很多的老菩萨晚年 一直摘戒 一直念佛诵经 一直放生 一直做善事 快快乐乐 都不跟人家结仇结怨 都不敢讲是非八卦 也不会再去张家常 李家短 讲人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而且就不造新业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 他舍抱的时候 往生的瑞相都出来 净土有份 那以后都不来了 大家都去做菩萨了 年老的菩萨 你现在还有没有在讲 人家是非八卦 还有没有心里说 谁没有嫁 谁没有娶 谁干什么 放得很重 还没有哪一个孙子孙女 你最看不开 你还有没有这样 那你要轮回 你要受苦 你这些该放下了 有的不用老年的菩萨 有的命短一点 中年走的也有 是不是 所以每个人都该抢时间修行 在家出家都一样 都要修到这种出离心 都要能看开放下 你如果没修到这个出离心的话 不行的 就算你穿着身服 到时候你也觉得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以为穿着那身身服 看起来很有保障 现在让你得爱 让你马上死 你什么感觉 怕的不得了 把你所有的 三衣波具都拿在身上 还是怕 习账也拿着好了 最好再来牵一匹白马 你看你 有什么用 你怕的心里彷徨 很多东西 很多念头 一直起来 我就这么走了 怎么这么快 我都没准备好 什么也没学 很多事情 在心里都没处理 都没放下 很多不是一两件 很多件 几乎每一件 这样子怎么办 所以每个人应该照顾 自己的修行 也要照顾别人的修行 只有五个人 我们可以照顾别人的修行 可以做顾别人的修行